说起水道 我们最先想到的往往是水多土肥的在上江南 众所周知 水道对于水分光照温度都有一定的要求 多生长在南方以及东北地区 而现在在新疆沙漠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三百母海水道 获得了丰收 将它们带到这里的 正是最近备受关注的科学明星圆龙平院士的海水道科研团队 能挨着沙漠种植的这种海水道 是一种耐盐碱水道 它抗盐碱 抗烙 抗导服 能抵抗盐碱地和贪图地带给农作物的伤害 即使是在贪图地中被海水淹没 退潮之后仍然生长结实 而且在种植的构成中 不使用化肥 不喷洒农药也能优良生长 一直以来 科研人员都在开展适中实验 为中国大面积的盐碱地 筛选出更加优良的海水道品种 从2018年开始 袁龙平海水道科研团队 就在沙漠周边开辟了实验田 去年适中了80亩 当地农民看到了成效 今年又扩大了适中规模 300亩稻苗以机械化的方式播种 10月24日 这片海水道公开测产 经过专家组评定 最终理论缠目结果为 每亩546.74公斤 能够亩产超千斤的实验田 实际上是含盐度高 PH酸碱度超过8.0的重度盐碱地 它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西园的 岳浦湖县巴伊阿瓦提香 过去这里是一片戈壁滩 表面都被白色的盐壳覆盖着 千百年来一直无法用于农业生产 实验田选在这里 是为了更好的获得海水道耐盐碱的数据 也是为了向沙漠咬耕地 海水道还具有改良土壤 降低盐碱的效果 种植3-5年 盐碱地就能改良成良田 在实验田所在的巴伊阿瓦提香 有1.5万亩盐碱地 完全无法种植 在整个新疆 盐碱化土地面积非常大 不同程度盐碱化耕地 约有2000万亩 占到全区总耕地的30% 当地老百姓听说 海水道能把荒地变成良田 都非常高兴 最终的亩产数据也说明 海水道在新疆盐碱地种植 有着巨大前景 此前袁隆平院士在论坛的发言中就提到 我国有16亿盐碱地 其中有1亿多亩适合种植水道 除了像超级杂交道 亩产1200公斤冲刺之外 他的另一个任务 就是发展耐盐碱的海水道 他希望通过研究团队 和广大技术人员的共同努力 力争8年之内发展到1亿亩海水道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 我国对于海水道的研究一直是落后的 相信以后的研究会越来越好 为我国的粮食安全提供保障 你有什么看法 欢迎留言和大家一起讨论 感谢观看